Hello 各位亲爱的观众 老爷们大家好 感谢收看三号大叔为您带来的 到时候职业选手第一视角 全英雄攻略是不是呢 大家自己看着办 是吧 我也不知道你们能不能学会 反正我先做了再说啊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第一视角 那可是很多人心心念念许久了的 这个 对吧 Miracle Miracle他的第一视角 然后这场比赛呢 三号位好像是Miracle 如果没记错的话 那么Miracle他也是 名字也是很有意思啊 叫HEN HEN他其实是一个教练 他是一个教练的名字 之前在秘密 在阿米尔 然后好像我记得 好像我记得之前也是他们的教练 我忘了是什么词了 好像也是当过他们的教练 然后这场比赛呢 是来自于Miracle的水人 为什么给大家做一期Miracle的视频呢 因为好多人一天到晚跟我嚷嚷着 我们要看Miracle 我们要看奇迹哥 我们要看奇迹哥的第一视角 你只要做奇迹哥的第一视角 我就给你三连 这个说的跟真事一样 然后再加上我今天刚刚做的那一期 不知道为什么托普森的兽 居然点赞投币非常的少啊 不知道是不是不能满足大家 然后再加上对吧 马上要过中秋节了 只更新一期视频 我怕大家不够看 再加上明天因为过节 所以我可能只能播一轮比赛啊 因此只能就是给大家先做一期第一视角 满足一下明天大家的睡觉需求 最后再加上一条啊 这场比赛 他刚打完时间不长 我先做 没有人跟我撞车 好了 那么说了这么多 那么回到这场比赛当中来 来看一下啊 行了 大家现在点赞投币三连完了以后 我们就可以来到这场比赛当中了 这场比赛的阵容方面呢 本方这边中单应该是个利娜吧 然后大哥位的水人 三号位的马尔斯 四五号位是萨尔 加上拉比克 然后对方的阵容呢 是中单的一个宙斯 应该是宙斯 然后三号位锤妹吧 这个应该是 然后大哥位的电棍 这个应该没问题 五号位的小精灵去保电棍 然后四号位的土猫 下来保这个阿雷 对方是一个 让锤妹去打大哥位了 也可以 也可以 现在锤妹一个英雄的位置 其实也是蛮通用的 打几号位都行 然后锤妹可以打几号位都行 马西的话 现在暂时还是不推荐大家 拿他去打一 马西这个英雄 我个人觉得现在 如果你非常希望拿他 去打一个主力位的话 那么推荐大家可以尝试 拿他去打三 三的效果是不错的 这块 这块 Miracle的电刀 还是电的很细致 他上一个塔都漏了 其实那个地方漏了 虽然是漏了 但是当时Miracle 其实已经有一个细节操作 做得非常到位 就是他在补最后那一下的时候 他是开着转柄去补的 只是因为现在这个转柄的效率 实在是太低了 如果这个转柄的效率 再高一点点 当时他再多转出来个 4点左右的敏捷 那个刀应该就能够补到了 所以看得出来 最近这段时间 Miracle也是逐渐的开始 筹琴 增加自己的一个训练量 这个效果还是有的 前一段时间 我之所以一直没有给大家 做Miracle的视频 是因为他真的打的太少了 真的特别特别少 就别人可能打一两百场比赛 就是8天的时间 打一两百场 他可能打个七八场 十来场 就经常是这样的一个状态 因此也就是打的比赛场子少 那就不出素材 恶你别事 盯回来 然后马上挡住 对方捅猫 波朗琴来上拉 一下两下三下 转着力量往回跑 四个魔伴可以吃吗 不需要了 对方电关并没往上追 这波路对方往上追的话 确实肯定是开始转力量 然后直接磕魔伴 这样的话 就算是电关有一个 一级的等力资场 应该也是没有机会 去击杀掉这个水人的 那么现在水人的血量 还是很低啊 这里转一下属性 直接把对方A跑 这个地方他在欺骗对手的 这个电关走位 他要杀这个电关 注意看这一波 两下平A 然后再三下平A 波朗琴在怼脸 四下平A 恶念骗士 盯回来直接带走 这一波 把对方的这个电关 玩弄于鼓掌之中 对方的电关 完全没有意识到 一个残血的水人 对自己有这么大 击杀的一个欲望 但其实这个也很正常 因为在上一次 我给大家做的水人的 这个视频里面 已经提到了 现在这个版本的水人 他真的不需要 你有太多的装备 只要你的操作够好 你的转属性 转得足够的正确 然后呢 给平A和对于血量的判断 足够的精准 那这个英雄 你就是可以在没有装备的时候 创造奇迹 对吧 他就是很厉害 而且再加上这个版本 魔精把水人这个英雄 他的一个被悬晕之后的 可以开转属的 这个东西 给还回来了 对吧 那么也就是说 现在的水人 其实比以前要更难杀一些 这个地方 在对方放等离子场的一瞬间 Miracle直接站在原地不动 然后让这个等离子场的伤害呢 不要进一步的增加 这种小的细节堆积起来 就可以帮助你省下来很多的血量 而省下来的这些血量 就有可能让你能够死血反杀对手 对方电棍的这个血量 其实是可以杀的 这个地方其实是可以杀的 但是呢 对方的土猫 对于这个电棍的保护 做得非常好 他一直在挤着这个萨尔 不让萨尔过去 这个地方实际上是 萨尔只要往前稍微走一点点 就是靠近一点点 对方的电棍 使而波浪形态上去以后 直接卡一下身位 让对方的这个电棍 少走一步 这个电棍就走不了了 因为那个时候 萨尔的恶念撇士的 吃法距离就够了 然后他就可以一直盯着 这个对方的电棍 等到这个电棍 走出一段距离以后 恶念撇士直接盯回来 而那个时候 电棍的技能和平A 是绝对不足以去 截杀这个水仁的 这波水仁 A一下 A两下 然后再给你换血 A三下 吃一棵树 A四下 五下 波浪形态上来 卡一下身位 nice 就是刚才这一下 就是刚才我说的这一下 卡身位 然后再等一局长 我再开一个转属性 这个时候萨尔 直接被兵线给带走了 水仁追上来 一下两下 这个攻击力 确实现在是不够了 萨尔刚才这一波 的恶念撇士 迟迟没有来得及 去给 这个是我没想到的 这个萨尔 现在我看一下 萨尔加的技能点 萨尔加的技能点 是二级的恶念撇士 那很奇怪 刚才那个地方 他一直不给 这个恶念撇士 是为什么呢 二级的恶念撇士 够的 这个电棍 这个电棍为什么不 没看懂 这个电棍 我怎么感觉 他好像有点 故意送死的意思呢 这个没必要吧 这个时候 他故意送死 按照他现在的 这个等级和情况来看 没有必要啊 还是他觉得 他有条件 能嗅掉水仁 不可能啊 这个水仁 他刚才那个串的 他嗅不掉的 没有这种可能性 水仁已经是有 夹腿夹魔伴 而且他转属 光靠转属 他就能转死你 我怀疑 那个电棍 可能是想要 去骗那个水仁 上来之后 然后利用自己身上的 魔伴 去顶掉水仁的 第一波输出 顶完了以后呢 利用吸攻击力 把这个水仁的 攻击力给它吸光 因为水仁上去 我当时血量很低 他肯定要一直 开转属 他开着转属的 一个情况下的话 就很有可能 会被对方的 这个电棍 直接把攻击力 吸到一个 打不动人的情况 但是我觉得 刚才这一波 还是没有太大必要吧 这个风险太大了 看一下这里 萨尔走上来 给上一个电 吸攻击力 拉断 恶劲骗士要给吗 没有 躲开对方 土猫的技能 然后我上来 截着跟你吐秀 我手里有11个魔伴 这波你死定了 我这 等一下这个土猫的 截杀有点厉害 萨尔的恶劲骗士 盯回去以后 还差两个平A 这个地方在让人头 可以 这个地方让人头 让的也是相当的精彩 那么萨尔这里 一直在追着 他对方的这个电棍 随时准备 给到最后一下 但是我就是不打出来 最后这一下伤害 一直在给这个水仁 让人头 并且帮着水仁开视野 对方的小精灵 和中路的这个宙斯 两个人对 莉娜进行了一波压制 查理斯尔血 还是被电死了 这个时候 水仁现在已经是来到了 五级 加三分之二 四分之三的一个经验了 在下路的补刀 也是非常的顺 31-13 这场比赛 不得不说 队友都非常的争气 上路的马尔斯 39-13 也非常猛 现在这个水仁的状态 其实是比较差的 因为他没有魔棒 这个时候没有魔棒 其实这个状态就不是很有保障了 因此我们可以看到 这一波 Miracle非常的稳健 并没有选择跟对方 分合的是耗血 而是稳妥的把自己的血量 保持在一个 不会被对方秒杀的情况下 尽量的把自己的身 把这个补刀给他保证好了 注意看这个时候 他的血量的一个数值 他保证了一个400多的血 为什么保证400多的血 这个时候对方的英雄是5级 5级的英雄技能打到英雄 5级的技能打到一个英雄身上 大概税后的伤害会在200左右 也就是说他可以吃掉两个技能 然后能够开出来转血就够了 这波对方又是拉了个野 然后水仁追着A 追着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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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波为什么不用波浪形态 去拉断对方的这个攻击力呢 因为这波如果你用了 波浪形态拉断攻击力 就中对方的技了 这个时候你就中技了 因为你一旦波浪形态用掉以后 紧接着的就有可能是 土猫滚过来对你的追杀 和这个电棍的一个等离子场 对你的减速和伤害 所以这一波水仁是绝对 不要去用波浪形态直接拉断的 这波6级变身 然后波浪形态上来 吸上攻击力 追着你A 对方只有5级 而我有6级 这个地方感觉还是不行 对方直接藏回到了 一个树林里面 而且TP落下来的是一个宙斯 这确实是有点危险 水儿出装方面 走的是一个假腿 然后也是做了 猎鹰战刃这个道具 猎鹰战刃这个道具呢 其实它现在已经是 一个数值怪级别的装备了 几乎全游戏所有的英雄 注意所有没有之一 所有的英雄 都可以出这件装备 任何一个英雄出这件装备 都没有问题 也都是正确的 这一波就可以直接拉断了 这波可以直接拉断 为什么这波可以直接拉断 因为这波电棍是刚刚给到吸攻击力 而且周围没有值得 我却在这个地方拖延的兵线 所以我可以直接往回走 那么这样的话 我保证百分之百 我能波浪形态出去 而且你就等离子场 刮不到我 再加上土猫 在中路已经露头了 所以这波直接波浪形态拉断 是更加安全的一个选择 当然如果大家自己在游戏过程当中 感觉懒得算计的话 如果你懒得算计的话 你也可以选择 就他只要一放这个 你就波浪形态往回闪就完了 有的时候更加果断一点的选择 也不是坏事 来看一下现在的个人经济情况吧 三大哥都是遥遥领先 这个完全是靠战线站出来的 一个巨大的领先优势 并不是说他们这边 人头数上面有什么优势 因为人头上其实是平的 团队经济的话领先了1000块 对方的小精灵很肥 这样比赛小精灵版活跃的 也是靠着他和土猫两个人的经济 没有让团队经济被拉开太多 酱油位还是把这个团队经济给拉住了 下一个装备的话 我们知道这个Topson的水人 是比较喜欢去出朦胧枪的 但是呢 Miracle的水人 他是一个大哥位 Topson是个中单位 所以他们在接下来这段时间的 主要任务不一样 接下来的主要任务 像Miracle的水人的话 他更多的是要去保证一个发育的速度 和这个尽可能做到无伤的打野和倾线 或者更准确的是无损的打野和倾线 所以呢 血缘面具就是一个非常好的道具了 因为血缘面具加上一个高敏捷 就是你把血量大概定在800左右 不要定到那种600左右 那个血量那个太危险了 定在800左右的一个血量 带着一个血缘面具 这样的话呢 就比较出回 这个地方这个野怪没有拉出来啊 真的是有点可惜了 这里一直在观察中路 好有机会了 对方的这个位置有机会了 但是自己的血量好像有点太低了 这也打得出来一个宁静种子 直接把种子送回家 那么还是在忍 这边Miracle还是在忍 来看一下对方的位置还在追 那我就直接TP过来 然后转属 先找到你的宙斯 两下 但是这个第一下 好像走的有点远 那么把对方的宙斯带走以后 变成宙斯 再接着往上面给技能 再给一个小垫 刚才这个位置 把对方宙斯杀死 也是用宙斯的技能杀死的 还是手非常快啊 确实手非常快 这波打完以后 双方团队经济人 保持在1000块 但是宙斯加上小精灵 加上对方的土猫 这波疯狂的中路进攻 是让宙斯的经济已经追平 并且马上就要反超这个丽娜了 水人穿了血液面具 有了血液面具以后 现在这个水人的话 就可以进行一个 比较舒适的打野了 当然现在所有的吸血类装备 对于打这种非英雄单位 相较于以前都是变弱了 所以这种道具 如果你用来打钱的话 我个人觉得 不是说你必须要去做这个东西 只为了打钱 而是你打 所以一定是要往后 往后去升级这个道具的 你出来才有价值 萨尔漂亮的一个框大 四个人全中 小精灵直接是提前 已经给到技能传走了 那么看一下这个土猫 nice留住 萨尔问界撇射 对方这里走 下一个遍体 下一个这个波浪形态 还有五秒钟 遍体攻击 CD已经赚好了 但是这个位置 再继续追对方 有点不太值 萨尔应该是想要 给下一个问界撇射 这里是波浪形态 直接清一下这个线 赶紧回到线上 因为发现线上的 这两个兵 这好极限 一个平A加上 一个变体攻击 把这两个刀全部补掉 然后再把这些兵 全部反补掉 再把后面的 那一个远程兵也收掉 这波打完了以后 现在的补刀数 已经是来到了73-24 补刀数方面来看的话 它的反补有24个 正补76个 跟莉娜和马尔斯差不多 队友这波又打起来了 上路的伊塔 水尔这波先不着急过去 就像我之前说的那样 他是一个一号喂水人 一号喂水人的话 你一定要先保证 自己的精力 你的任务是保证 自己足够肥 而不是保证 你的正面 每一波都要在 尤其是现在12分钟 但是像这种机会 我就一定要过来了 对吧 二连给上去 对方的小精灵 躲开了马尔斯长毛 不过这一波 对于水人来说 已经很赚了 一个TP下来以后 拿到一个人头 队友分了132的助攻 然后还可以再把中路的兵线 清一下 扎入了你 别是波浪形态上来 又是拿到一个 小精灵的人头双杀 那么这一波TP下来的收益 就是400多块 加上两个英雄 能够给到的经验 然后再加上 争动的这波兵线 哇 这一个截杀 nice 变成土猫上来 两套技能接波浪形态 直接完成对对方宙斯的 一个瞬间的秒杀 这里土猫滚一下 变成土猫滚了一下 没有中 有点可惜 再变成土猫 等一下下一个滚的CD CD已经快好了 不过好像这个地方 不太适合去追对手 有点可惜 有点可惜 没有能够追到对方 但是现在 水尸的经济 在13分钟的时候 已经来到了7000块 再把对方的植物一塔 如果能够拔掉的话 那这个Miracle的水尸的经济 就彻底起飞了 现在的数据 也是相当的傲人啊 13分钟 八杀零死 一助攻 而且拥有着 全场最高的补刀数 应该是全场正方部 加起来最高的 全场最高的补刀数 加上全场最多的击杀数 这场比赛 对方能够跟他比的 只有宙斯 是同样杀了八个 比他多一个助攻 但是宙斯死了四次 而Miracle的水尸 到现在为止 是一次都没有 被对方抓到机会 完成击杀 打完以后 这里又是一波开悟 抓对方锤妹 波浪形态 直接上 看看要不要变锤妹 给转转锤 这波没有给 萨尔文静皮尸 盯回来 再加两个平 这个地方 拉比克并没有让人头 居然是直接果断的 一个肉 能够把人头收了 也行 也行 虽然这样的话 感觉Miracle 其实这波就非常的亏 因为他这一波 只拿到了61块钱的助攻 也就意味着 还不如两个近战兵 而队友这边还开了一个误 他还用了一波技能 所以这波 其实真的还是有点亏的 好在线上 还有两波兵 给他清 清完了以后 再钻野区 再继续进行自己的一个发育 节奏 保证自己的发育 现在游戏时间14分钟 团队精力 在刚才这两波进攻之后 已经是拉开到了 4000加的一个差距 5000加了 下一个装备 Miracle还是更加习惯于 先去做分身 而且分身对于水人来说 也着实是一个 非常优秀的装备 一方面能够给他 驱散一下 对方的沉默 或者减速 等等的东西 然后另外一方面 还可以让水人 更加舒服的 把属性提醒来一波 看一下 这波对方人有点多 Miracle的这个水人 好在这个等级资场没有中 那么这样的话 赶紧往回撤一下 拉比克和对方的宙斯 完成了一波一换一 还行 不过对方的 队友的拉比克 好像是个主播 看这个意思 应该是在 推迟上面的一个主播 也是一直在比较 比较强调自己的 一个发育和节奏 这也正常啊 毕竟主播的话 还是要保证节目效果的 靠这个赚钱 那么保证节目效果 也是对得起观众的一个做法 没有任何的问题啊 15分钟 现在水人的经济只有8600块钱 严格意义上来说 这个经济的话 就是跟那种狂暴刷的 这个英雄来比的话 这样比赛 Miracle其实刷的 已经是比较的内敛了 然后真的很负责人的说 他已经刷的非常的内敛了 因为这种局 他有很多次 其实是可以不去的 而且有些人头队友 其实应该考虑让给他的 也没有让 一般来说 15 16分钟 如果是一个完全无解肥的大哥位 有9个人头 或者8个人头 在手里面的话 应该在这个时候的经济已经上万了 Miracle现在大概差了1000 这波队友打起来了 然后直接一个TP 发现好像不用自己了 这波他选择直接果断的TP 是因为他已经有分身了 这波的正面作战能力足够强 这里看对方你不走 我变成宙斯 大殿小殿加往前跳 然后再变回来 接着往前追 再给你一个小殿 然后再变成你的样子 给你一个大殿 接一个小殿 垂妹这个过来以后 我先变成水人 把属性转出来 然后力量变体攻击 往回推 队友支援上来以后 果断的就是一个框大 留住 水人一边慢慢的转属性 又是一个波浪形态上来 给上输出 不过人头没有拿到 队友在那边这 留住对手的电柜以后 莉娜来到战场 完成了一波烧杀 这波是队友在中路 创造出来了一个 上路水人跟宙斯 一对一的机会 然后水人用自己 超强的操作 把对方的宙斯 顶着二塔的情况下 完成了一个单杀 在单杀之后 又是吃掉了对方 第一轮上来 所有的技能和伤害 然后等到自己的队友 支援上来以后 完成收割 那这波水人的功劳 也是肉眼可见 对吧 非常的直观 打完这波以后 下一个装备 水人就准备要去做一仗了 一仗这个道具 现在是真的香啊 对于水人来说 这个水人被对方砸晕 再给一个晕 不过还好 水人这边是提前开启了 转属性 追了一会儿以后呢 转了一点米 然后一个变体攻击上去 直接把这些师的土猫 给收掉 打完这波以后 现在水人的经济 终于是马上要上万了 然后给自己的队友 发信号 隔几个过来 继续打入山 土猫果断的选择了 买活对方的宙斯 现在手里 用大直接大招开起来 给视野 好在队友的技能 给的漂亮 这里小精灵开大 把土猫想救回 把这个宙斯救回去 但没有成功 水人接着往后撤 注意看这个时候 他没有直接转着手往后走 而是一直在找机会 吸引对方过来追杀自己 而且这个地方 他甚至还抓了一点点的机会 把自己转成一个满免 然后A几下冰线 吸个血再往回转 流出来500多的血量 把中路的这波冰线给他收掉 收完了以后呢 对方还在继续往前追 波浪形态上来 开始A对方土猫 直接给A死 然后水人变成土猫 往前滚 留住对方的锤妹 四个平A 一个变体攻击 小技能缠回来以后 我再把你完成击杀以后 直接拿到三杀 13杀临死五助攻 这波打完了以后 过来踏踏实实 把肉扇收入囊中 2781的出戳 不算特别的耀眼 但是这一波团战 Miracle的冷静 就显露无遗 对吧 在第一波团战 打完了以后 对方再往前追 但是Miracle选择 把自己的属性全部都转成敏捷 去A几下兵线 吸一点去 试一点 把兵线的钱全部收掉之后 然后回头开始去收割 打完这波团以后 Miracle的经济来到了11400 19分钟 11400的个人经济 再加上戴着盾 然后A杖已经出了一多半了 这个已经不是一半的问题了 一多半了 打出来一个炎龙林 然后身上他一直是带着这个 带了一个秘法指环 这个东西对于水人这种英雄来说 很香很香很香 因为水人这个英雄 他的智力成长只有1.8 而他需要频繁的去使用技能 不管是转属性 还是这个变体攻击 还是波浪形态 这些东西都要频繁的去用 所以这个密法指环 给他带来的回篮那么回事 但是这巴掌智力是真的香 蓝量上限太重要了 打完这波以后 也是往自己的队友身边 在这里再靠 队友在往上路组织进攻 然后水人也是在往这个地方靠 靠回来之后 现在距离自己的A杖 还差个800多块 游戏时间现在还不到20分钟 那应该是22分钟 预测22分钟左右 拿到他的A杖 这里看一下队友又是留住对手的宙斯 一个敏捷的变体攻击 直接收割掉对方的宙斯以后 分身符一开 接着拆对方的上路二塔 直接顶到塔后去拆 因为现在水人的平A伤害 已经比较高了 攻速也足够高 所以这个还是比较香的 这边有一个阎龙林 但是水人其实是不需要这个玩意儿的 水人现在就拿着这个戒指挺香的 他不太需要这个阎龙林 对于水人来说的话 只有一个道具 就可以把这个指环贴一剑 就是学徒之理 学徒之理或者是天鹰界 这两个道具也可以给他贴一剑 否则的话这个东西可以一直拿着 一直拿到三界装备出来以后再换就行 在水人12800的经济下一个装备 A掌出来了 A掌出来了 这是谁的小鸡啊 谁的小鸡被打死了 小鸡身上有一个腿腿 先看几波正面团 水人这块波浪形态往回撤一下 属性并没有疯狂的转啊 一直保持在有一个1000多的血量 就不变了啊 就不变了 这里选择直接是一个TP 注意他踢的位置 他选择是踢到了自己家中路的一塔 然后波浪形态上去 再加上一个变体攻击 打一套爆发以后 这里转属性第一时间没开出来 感觉有点危险 哦呦好高的一个力量变体攻击 直接把对方的宙斯推出来老远 那这样的话宙斯没有就大招了 没有大招的话 水人选择是直接把自己的属性 转得非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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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这个敏捷 直接转满 直接转满 然后就带着10点血好就打野 也是极限都不行 这波打完了以后的经济13000 然后再回到中路 对方也是顺势 在刚才这波团战当中呢 打赢了 然后顺势过来拆点一塔 但是水人过来以后 对方的电棍果断的也是选择撤退 因为知道打不过 而且上一波这个水人没有交大 如果水人这个时候 突然间变成电棍自己 上来吸着攻击力 追着这个电棍挠的话 这个电棍还真有点扛不住 而且现在水人已经是有了A仗了 这场比赛就属于是水人非常爽的一局 比如这场比赛 他可以选择变成宙斯放电 也可以选择变成土猫 变成土猫以后 A仗还可以给自己加很高很高很高的 一个状态抗性 如果他变成对方的电棍的话 还能给自己去增加一些攻速 同时还能吸掉对方的一个电棍的攻速 也是很有价值的东西 说完A仗以后 这场比赛 对方毕竟有个宙斯 有土猫这些英雄 BKB还是要做 还是要做 其实他先做A仗 这个做法就已经算是比较贪了 比较贪 比较肥的一种打法了 如果稍微在这个比赛里面正是一点的局 他的经济优势没这么大的话 就给波浪形态上来 直接变成电棍 然后看一下 接下来 这个电棍他又开了起来BKB 那这样的话水人没有选择变 开着转属性 在这硬吃伤害 肉删断还有一分钟的时间 所以他不是很怕 还是再波浪形态上来 小精灵开大招 走的掉吗 走掉了 走掉了 这个地方各级P是不是 好像没给上了 各级P是不是没给上 有点可惜 不过不要紧 对方的电棍和锤妹两个人 都已经被带走了 电棍这边 电棍这刚才这边还是吸到力量 吸到这个攻击力了 我没看清 我没看清 他手太快了 我没反应过来 他是等于跟对方的电棍 两个人互相吸满了攻击力 等于这技能白开 两个人都是白开 这类波浪形态上来 一个场帽盯上去 留住土猫 几下A死 又是一波三杀 17杀 零死 7助攻 23分钟 这场比赛 对方已经是 完完全全的 没有招架的能力了 下一个招位 BKB出来以后 我们就看剩下的 就是Miracle 接下来怎么表演 在这种巨大的优势局 接下来要看的 就是怎么表演了 变成电棍以后 不得不说 给他70点攻速 虽然说70点攻速 对于一个极高敏捷的水人来说 可能诱惑力并不是很强 哦呦 宙斯这个大差一点啊 把这个Miracle 直接给垫死 好在这个电结束了以后呢 这个肉山盾刚好消 对方这个时候 要出来搞些事情 有了一个想法 这个地方 被对方的电棍发现了 那么我先不着急 往回撤一下 土猫滚上来 我开分身 拿分身过去挡一下路 然后自己的本体 直接波浪形态开溜 等级方面已经到了18几天赋上 选择的是 加了左侧的波浪形态距离 和变形的持续时间 因为这样的话 可以让自己的A帐变得更香 这里变成土猫 然后接着跑 对方的这波追杀是真的厉害 有土猫的追杀 加上有宙斯的输出 有电棍这个追杀 确实有点输 配上这波Miracle 变成了土猫 准备上 直接找对方的宙斯 拿S一小时候提上去 强杀对方的宙斯 第一波美狗能够成功 有点尴尬 对方好像是出了个驴杖 然后这样的话 马尔斯赶回到战场以后 萨尔选择了买活 这一土猫 再变成土猫 滚上来 收掉对方的小精灵 让你一直救人 看一下这波 还能活下来吗 波浪形态往上走 开转属 再往左侧找对方的土猫 但是被对方给到了一个灵坎 接着转属性往回撤 躲一下对方的等力滋场 变成土猫 接着找你的宙斯 很清晰的思路 就是要杀你的宙斯 这个地方宙斯身上 已经有了薰刀 波浪形态伤了以后 再变成土猫 开转属 航无助了 超神的杀戮 被对方的宙斯终结 991块钱 这波水刃 真的已经是 尽了自己最大的阻力 但是无奈对手 这哥几个伤害太厉害了 天冠打了4600 宙斯打了5600 然后垂妹打了5100 这样的话 被对方打了一波 五人团灭 甚至是六人团灭 接近一个六人团灭 我感觉这个 打着有点危险 再是五人团灭 还好 这波打完之后呢 这个水刃下一个装备 看一下他的BKB 啥时候才能出的雷 打算是先做撒旦吗 先做撒旦 还是先做BKB吧 有个BKB杀对方的 这个宙斯好杀一点 不过宙斯的这个 虚灵刀出来以后 是真的有点个影人 你别说 两次 第一次水刃上局后 是对方虚灵了自己 然后第二次再上局 对方发现 你没分身谱了 直接把虚灵刀 点到这个水刃身上了 我的天 对方这个爆发 这个宙斯 全面两个人追上来 又是完成了 对两个酱油的 击杀土猫 滚上来以后 留住萨尔 宙斯一顿输出 小剑要带着哥几个 飞回去以后 马尔斯留住对方宙斯 以后这个宙斯 他跑不掉了 谁是已经复活 波浪形态过来以后 并没有来得及 就让对方把这个局势打过来呢 是不是 那不可能的 那样的话 根本就不符合咱们素材的一个标准 对不对 不过对方这段时间 确实是真的猛 因为没有BKB的情况下 水上就要第一时间秒不掉宙斯 队友这边也没有什么进攻驱散 所以在对方的这个宙斯 这各种各样的技能 蓄灵刀 再加小精灵的奶的情况下 这水上还真是有点不好打 对方这时候小精灵连着电棍 电棍这个阶段也是一个强势切 马尔斯上来长矛盯上 Nice 萨尔加更近皮射 直接一套技能秒掉 对方的马锤脉 直接大招砸下来以后 看一下魔晶的转转锤 小精灵在救直接飞走 漂亮 这波救的也是相当Nice 看一下对方要不要趁机反打 还是小精灵应该是不能反打了 小精灵自己回来送死了 因为宙斯也要死 对方变体攻击 我让你跟我这儿蓄灵刀 然后小精灵自己一个人回来 慷慨复死 小精灵 最后的人头是贝莉娜收掉 人头数来到了39比31 下路下路下路 土猫这个位置 跟对方又打起来了 哦 拉比克居然偷到了对方垂魅的大招 拉比克偷了一个垂魅的大 直接砸到下路去了 这波对方瞬间是被击杀掉了四个人 那么中路直接平推上高 人头说现在是二十杀一死八度攻 但是你以为这样就完了吗 对不对 那不可能 那不可能 如果只是这样的一个局的话 那根本就不配做视频的 这个时候看一下 接下来这个神还能够击杀掉对方多少人吧 我其实也挺好奇的 因为这样比赛虽然数据我大概看了一眼 但是我忘了 我忘了 因为我在看他的素材都是我看了好几场 所以好像有点 有点混乱了 拆掉了对方的中路高地和上路高地塔之后 对方所有的人都复活了马上就要 所以也不跟对方的高地上继续逗留 趴得吃的先把撒旦做出来 下一个装备做BKB 最稳妥的方法还是打一个盾 再控下一个肉山盾 那么控到盾以后 这个水人 对方这边追的很凶 看一下这个电棍会不会被秒 小精灵过来来 BKB开起来 水人的输出 打对方的土猫 但是有点打不死 还好 这套爆发打得是真的极限 最后一个平A 把对方完成了击杀 锤妹这块直接转转锤 砸晕往回撤一下 对方套上了一个技能以后 对方直接开启了BKB 锤妹这里一个平A给自己吸了一个血 然后再扔飞锤往回撤 宙斯上来 搁几个开始围剿 Mirco的水人 水人刚才有点懵 有点懵圈 对方怎么全是对方的人 对方所有的人都在这个地方 各种给出戳 看看转转锤往回撤 变成了电棍 等离子场扔出来 变成了电棍 给了一个等离子场以后 自己这个位置的血量 又是非常的危险 撒弹也已经开过了 下一个撒弹 还有5秒钟的CT 甚至只有7个魔伐 而且属性已经转了很多力量出来了 3900的血量 这波还是没打过 水人一个人被对方围剿了 这样的话 这波团战打成了一个三换三 对方的土猫是一个买活死 又死了一个电棍 但是本方的 马尔斯拉比克萨尔 三个人全部被收掉 这里水人买了一个跳刀出来 买了一把跳刀 这个跳刀 为什么这个时候买一把跳刀出来 主要是因为 短时间内看不到升到25级的希望 所以你没有办法去快速的拥有一个 两点波浪形态能量点数 让你能够 既能够冲进战场 又能够出得来 所以便利精灵选择是牵出一把跳刀 增加一点自己的一个追杀和突进能力 而且有了这把跳刀以后 变人也会好变一点 选择过来打肉山 逼对方开团 这个时候对方的电棍和土猫快要复活了 对手全部支援过来 然后在这个地方开始打肉山 这个打肉山其实就是两方面的意思 我一方面 如果你不过来 我就把肉山打掉 我拿肉山盾加魔精 如果你过来 我就在这个位置给你开团 而且我逼你开的这个团 是一个我正面五打三或者五打四的团 你的人还没有完全复活 这拨对方也是根本不过来 根本不可能过来 直接选择是放弃 把这个肉山盾给你 21杀 一死十路攻 那么接着来看这个水人后面 还能够有什么样的表现 身上在做完跳刀以后 我再考虑他应该是先做BKB 虽然他的预购篮里边放了一个敏捷跳 但应该不会先做敏捷跳 BKB这个道具我觉得还是用得上的吧 也没准 也没准 看这张比赛 Miracle的这个架势 他有可能就不做这个BKB了 而且Miracle这个家伙 他是有不做BKB的这个传弄 这里被对方直接秒掉两个 不得不说对方这个阵容的爆发 确实是有点过分啊 看一下Miracle的这个站位 躲一下对方可能会 刚才他往右侧躲 是躲了一个土猫的滚 然后波浪形态转身回来 打一套爆发 变成电棍 吸一下攻击力 这个位置要看一下 接下来的技能怎么说 被对方砸晕 砸晕以后接着锤 然后锤妹一直在打 对方的丽娜 这个电棍能秒掉吗 波浪形态进来漂亮 直接打死 再接着追对方的一个小精灵 还差一下 Ace看Nice 完成对对方的击杀以后 丽娜也被追死了 Miracle死血过来 给上一个大招 加一个长毛 留住 留住对手以后 这里打一套爆发 再加一个波浪形态 然后再变成电棍 等一次场 给对方减速 加开视野 再变成水人一波崩壮杀路 让你们这帮人追杀出来 还敢追 还敢追 直接就是一波 一万多的输出 这波是在两个 降由零贡献 直接被对方打死的情况下 水人跟丽娜两个人 在把对方拉扯出来以后 完成了一波三打五 把对方打了一个五人团灭 打完这波五人团灭以后 水人的数据来到了 惊人的二手杀一死十一助攻 然后这里 直接把敏捷跳做出来 直接把敏捷跳做出来 这个就是 我不做BKB 对吧 我为什么不做BKB 我就是要靠操作 去躲掉你们所有的技能 吃下你们所有的伤害 然后再把你们所有人都打死 我就不做BKB 当然了 这个虽然是这么吹 但是其实不推荐 我个人其实是不推荐 这种做法的 因为这个 这种做法 就是路人局的话 你输赢也就是 那三十分的事 对吧 但是在比赛局里边 你这个不做BKB 让对方抓住机会 那可能影响的就是 几万美金 几十万美金 甚至几百万美金的收入了 对吧 这波水人出来 波浪形态接着追 A死对手 以后这里 再积血输出对方的锤妹 这个锤妹 大声一个暴击 吸了一点血 但是完全不够看 因为这个时候的水人 实在是攻击力太高了 四百多的攻击力 然后再加上超高的攻速 还有一个敏捷跳 这里再变成电棍 跳过来一个等力之长 然后追着对方的小金龙 一顿疯狂平A 直接A死 A死完了以后 再追对方的这个宙斯 宙斯的此时此刻 再想在这个水人面前去求操作 就是完全不可能了 又是一波风光杀戮以后 对方的吉利 哎 你居然还敢买活 这是打算再给我送一个暴走 这你可真是太懂事了 点赞啊 这个宙斯绝对要点个赞啊 最终一下是买活 给水人送了一个暴走 然后哥几个都打赏了一下 这个宙斯 这个宙斯是会玩的 好吧 顶尖宙斯 顶级完美宙斯 第一视角 好了 我们来看一下最终的数据 这场比赛的数据 也是吓死个人 34分钟的比赛 30杀 1死 13助攻 大了足足6万的伤害啊 除了他的6万伤害以外 能够全场跟他同样的只有宙斯 可问题是宙斯的6万伤害 和水人的6万伤害 那完全不是同一个概念 对吧 比如说这个宙斯 他打了6万伤害 他拿到了19杀 11个主攻 已经惊为天人了 在这种区里面 但是一看水人 30杀 1死13助攻 好了 这场比赛 希望大家能够看得过眼 一场 可以说 非常非常非常精彩的比赛 我是大王大叔 那么也希望大家能够点赞投币 支持一波 也祝大家中学节快乐 那么咱们下期节目见 摸摸大